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决赛的对手将是辽宁女排和江苏女排的胜者 决赛很有可能再次上演金苏大战 天津女排由主公陈伯雅 刘美军和接应队长杨毅领衔 福建女排则是由队长郑一新带队 第一局福建女排没有找到淘汰赛的手感 从开局便被天津一直压着打 9比4拉开差距 天津女排多点开花 最后25比16取胜第一局 第二局福建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发球带篮房 给了天津女排进攻球员很大压力 最后福建女排25比16扳回一局 双方各打了一局好球 第三局天津女排首发复攻换上了夏思佳 福建还是从8球做起 8比4领先开局 天津追到8比10后 一船顶不住连送两分 天津用刘新将队长杨毅换下 天津女排换了人之后 更顶不住了 一船进攻连连丢分 福建女排20比11拉大差距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全 只能再把杨毅换上场 天津在局末顽强追分 但最后还是17比25再输一局 第四局天津女排放手一搏 在开局取得4比1的领先优势 随后 福建队开启反击模式 8比7反超 天津女排没有放弃 有机会还是果断下手 10比8再反超 天津队顽强的拼搏精神 带动技术发挥 还是给到了福建队很大的压力 福建队失误变多 福建10比16落后 福建队叶佳靖在进攻端有不错发挥 但双拳 蓝敌四手 天津女排多点开花 25比15 拿下第四局 决胜局由美军率先扣中2分 天津女排取得6比1领先 福建队拿的那一分 还是天津复攻下自家送的8球15 福建女排一攻 女攻不下 2比10落后 得到的2分全是天津的8球15 最后天津14比5 达到赛点 15比5顺利拿下比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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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